尽管年初基本金属走向各不相同,但是随着美国六月关税的正式生效,以及汽车关税的出现,基本金属市场出现了苦跌的走势,其中从创出了一年以来的新低。 第一,市场人士认为,贸易精端导致市场需求下降,是基本金属回落的关键原因,尽管短时间基本金属价格明显成压,但随着开采成本增加,以及供给逐步下降,基本金属仍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。 但是要注意的是总体反弹空间或有限,轮通领跌基本金属,下半年供应下降或推动反弹7月19日,轮通短时间出现一波急跌,并一度跌破了关键的6000美元整数关口,为一年来年首次跌破这一关口。 市场人士表示,对于贸易战的担忧,是导致同价快速回落的关键因素,他同时指出轮同出现极低并非是偶发因素的影响,而是市场情绪长期积累的过程。 7月18日,欧盟宣布,尼曼卓系统案件,对谷歌处以43.4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,欧盟一半此前半推半就的姿态,对美国企业征收巨额的罚款, 意味着欧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进一步发酵,而就在数日前,美国已对中国340亿美元商品征收关税,这加剧了市场对于贸易战的紧张情绪。 事实上,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,需求一直比较旺盛,同时同被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,当实体经济出现波动,同价可能比其他经济数据更早反映出经济走向。 美国对中国施加汽车关税以及钢铝关税,无疑会导致市场需求的下降,这是因为欧洲在汽车出口领域占有较大的份额,而中国在工业制造品出口方面,也占有一席之地。 此外,近期美元的持续走强,导致新型市场的货币贬值,市场需求明显下降,经济活动也有所放缓,也对铜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。 从供应层面看,受到铜价上涨的影响,铜生产上加快了生产的速度。 2018上半年,总体的铜供力量比较宽矩,因此贸易占导致市场需求收紧,导致了铜价短时间出现快速回落。 论铜后期走向展望,花旗银行在报告中指出,长期来看铜矿开采难度增大,开采花费越来越高,导致铜价上涨,铜将跑赢其他商品,因为铜的供应增加正在放缓。 花旗银行认为成本的上升以及供应难度加大,是推动铜价未来走高的关键因素,至于此前人游的走势有很多类似之处。 由于美元持续走强,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了贬值,间接推高了铜的价格,正在近期国内盘面上有所反应,受近期人民币走软的影响。 互铜走势明显强于伦铜,尽管有所回落,但并未跌破7月11日创出的低点,而伦铜在7月11日创出一年新低后,于7月19日刷新低点。 此外,随着全球铜需求量的上升,以及铜矿的逐渐枯竭,开采商成本加大,于是将成本转价至铜的消费上,将会进一步退升了铜的价格。 金锐期货研究所副所长王思兰表示,目前这过铜价连续大幅下跌,应该快接近尾声了。 展望后市,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压力,或许会持续一段时间,但不必过于悲观。 德意志银行分析师Nicholas Snowden称,上半年铜矿供应强于预期,但下半年铜矿产出的铜比增浮量恶化,预计今年短缺的预测增加于一倍,至12.9万吨。 预测上半年表现量远,抗跌能力显著涅,是今年表现最好的工业金属。 涅价今年迄今已涨7%,而其他的五种主要基本金属,真呈现出下跌的走势。 涅价上涨主要是今年需求扩大所推动的。 国际能源书一份报告显示,2017年全球电动汽车库存上升至300万辆, 未来两年这一数字可能会上涨至1300万辆。 这一位涉涅未来依然有很大的需求空间,同时大部分涅需求大国都是涅的进口国,产涅股产量不足,也加剧了市场供应的紧张程度。 这也是推动涅价走高的关键因素。 国际涅涅研究组织,近期公布的报告显示,五月全球涅饰供应短缺增至1.54万多, 一致五月全球涅饰供应短缺扩大至69,600多,高于2017年同期的50,100吨带供需需口。 这使得涅相比于其他基本金属更为抗跌,与同类似,受到贸易战局势的影响,市场需求有所回落。 随着6月1日美国宣布正式对欧盟等国家征收钢率关税,涅还起了近期的下跌行情。 值得注意的是,4月中旬,美俄因叙利亚问题矛盾升级,美国对俄驴实施了强力的制裁, 这使得市场担忧美国或对俄涅出口造成阻碍,使得涅短时间出现大幅拉升。 但随后特朗普姐,除了对于俄驴的制裁,这使得涅短线冲高回落。 而近期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表示,俄罗斯正在试图破坏民主本身。 我们通过了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,从而追究他们的责任。 如果相关委员会建议的话,也很高兴考虑进一步制裁该国。 这可能会导致本身比较抗跌的轮捏再次出现回升。 轮捏后期走向展望,一份对于25位奔西施预估中指导调查显示, 第三季度LME液现货价格,预计平均每吨14250美元。 澳新银行分析师Soli Kumari表示,由于需求增强但供应下降,涅饰短缺比月期更严重。 分析师预计今年短缺7.1万多,较前次调查加深42%, 同时,LME液链库存下降28%至于此年底点,未来将进一步支撑液价。 轮捏回归一年远点,总体涨市有限链当天价位,总体与去年同期持平。 这是因为特朗普征收关税的对象,主要是针对铁铝以及汽车行线,受到钢铝关税影响,市场单由铝供应或下降。 市的铝价出现了抬升。 4月中旬,美俄因叙利亚问题矛盾升级,美国对俄铝实施了强力的制裁。 这市的铝价创出了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但是随着美国征收汽车关税,导致了汽车生产商成本上升,限制了产能的进一步扩大,到时间对于铝的需求有所下降。 同时近期基本金属总体呈现出下跌的走势,也带动了铝的进一步走软。 轮铝后期走势展望,分析师表示,由于铝是喜悠参霸,因此仅虑为调升。 2018年的预测,预计第三季度下获铝平均价格为每段2180美元,仅比上次调查的预估值高出30美元,比目前的价格高出6%。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美国再次对俄罗斯有关企业失意制裁,那么将可能导致旅价出现拉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